加油 加油 真是快对快啊 好球 好 这几个球防弹还是非常漂亮 很可惜 最终在富海峰在挑球的时候 这个球呢没有过到前面封网的选手 所以从这个球我们也看到韩国队 不管是后面的进攻啊 两边的移动还是比较快 前面的封网也可以说封的比较紧 当然刚才我们也看到蔡云跟富海峰在防守 两边的这个挑球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 这个正在成河 李龙大两人啊 这个衔接啊衔接的非常好 现在四平 加油 加油 还有 看我对发球得了一分 噓 现在在速度上是不是韩国队更快一点 现在场上目前应该差不多 主要确实韩国队在前半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他们能够抢到这个进攻的机会 然后在回球出界 现在比分5比6 韩国队这队选手防守能力非常强 对韩国队历来在防守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蔡云赴海芳两人也连续的进攻 但是就是打不死 7比5 打不死 打不死 这球是擦了一下球网 7平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傅海峰 蔡云都可以说非常了解 那么这一对组合的主要特点 还是在于傅海峰的后场的攻击力 加上蔡云在场上的组织 为傅海峰创造更多的机会 这是他们比较明显的一些特点 那么作为韩国队这对组合 在防守方面 前半场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 在快速当中还得有变化 是的 蔡云富海峰在今年的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比赛里面是获得了冠军 好球 顶住 一个滚网球 对 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 霸得了 坑 iş苦中颈 好球 而且眼前 três